苏牧师 你好 有没有一个可能我们来探讨一下 因为你说问得好 耶稣会不会是外星人 所以他的智慧比一般人类高 所以我们人类会以为他是神 问得好 我也听过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另外我曾经想过有没有可能 所以我从这方面探索过 探索过程当中我想一想 如果耶稣是一个外星人 应该他是突然之间出现在人类当中 第二他也会突然消失 突然坐上星球的船走了 是的 应该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我又很失望 我又找不到这样的答案 反而我们看到整个耶稣的生平 他真是由约失马尼亚 在马尼亚的怀孕 然后跟着生出来 是由BB开始一路成长 他是个人 是个人 你说外星人 会不会是由BB在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 生出来不是外星人 而是地球人 正宗地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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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路成长 他的智慧新娘 都是随着一路增长 第三 还有由头到尾 跟他们很熟的 那些朋友 那些门徒 看着他成长 还有他的兄弟 还有他的弟弟 对 肉身的弟弟 还有他表哥 施洗肉汗 很熟的 其实这些人本身 我想对他来说 你可以说是看着他大 但是另一方面 这些人又相信他 证明到他肯定不是太空人 但是另一方面 他的死也是一样 跟我们今天经历的完全一样 他是被钉死 由断气到死亡 被埋葬 而且埋葬 也是按照尤藤的规矩 规矩法 就是用抹药香菇 全高了屍体 然后用果头筋 包着头 细麻布 纏着身 然后摆下去 那个坟墓 是一个洞 然后摆在一个石椅上 是这样埋葬 是真的死了 是真的死的 是真的死的 而且是埋葬 断气的 走不掉的 走不掉的 那你说太空人 是 外太空 不是这样的 所以后来我发觉到 他才问 应该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也是问得好 问得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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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